日前,人造肉正式在中国国内的电商零售平台上销售,有猪肉、鸡肉等不同口味,与之前大多职贡餐厅不同,此次普通消费者也可以直接购买。 11月27日,以绿色健康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全球未来食品论坛在福建漳州开发区拉开帷幕,人造肉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核为人造肉资料显示,当前人造肉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植物肉,既以穀物、豆类等植物原蛋白质为主要原料,采用工业化方式生产,改变组织结构,使之达到肉类特性和纤维状结构。 二是培育肉,主要从动物机体提取并分离肌肉干细胞,在生物反应器中增值生产肌肉组织。 其实现在的食品,无论是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蛋白类,是不够来去供未来的人口的发展的。 所以我们觉得蛋白的话可以有动物蛋白,可以有植物蛋白,可以多元化的一些蛋白来去对人民的一些营养的补充。 目前,国内人造肉市场处于起步阶段,而市场上的人造肉产品价格比真正肉的售价贵20%至50%,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占有率。 人造肉将如何发展,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认为,人造肉只是一个开始,还没有到在市场上全面应用的阶段。 对于人造肉的消费的话,可能方方面面还有很多观点,很多看法。 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听取各个界别,各个领域的大家的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都是我们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关切和提问。 把这些问题收集齐全了,我们才能够整体的回应,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技术能够扎根在市场上,真正往前推进。 所以从人造肉来讲的话,我们感觉可能还是一个开始,还不是一个在市场上全面应用的这么一个阶段。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消费需求的升级,应加强新兴食品科技领域的国际融合,协同创新。 食品和需求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科技就是要不断去探索新的领域,不断要去找新的可能性,这就是科技的魅力所在。 未来的话,这个食品会添加很多的高科技,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现在拿着植物蛋白来去代替肉类,这个也是一个在高科技正在发展方面的一些方面。 所以我们,我看的话,可能科技方面会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选择性给消费者。 第二届全球未来食品论坛吸引了250余名国内外农业与食品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食品安全及未来食品的发展和趋势。 论坛由招商局集团,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协会,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张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大学,荷兰农业食品资助产业联盟联合主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